如果讓民進黨再成立農業部 我老實講 我們納稅人花了更多的錢 然後我們被民進黨害得更慘 你要增加這麼多部 那增加這麼多人來幹什麼 第一個 就讓民進黨繼續酬優嘛 去塞他們的人嘛 其實真正的重點 是要遂行民進黨的計劃 什麼計劃 這就是民進黨最終的目的 但換問題還沒完全解決 連媒體人周玉空都說 買單要先登記 根本像在買名牌包 現在買單好像買愛馬斯包一樣 只問陳建仁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真的是人嗎 不過最近立法院通過草案 未來農委會將升格成農業部 大家最關心的是 部長難道會繼續由陳吉仲來擔任嗎 這個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 真是亂搞到一個無極限 才剛花了兩百多億 弄了一個廢物什麼都不會的 數位發展部 叫唐鳳這個指揮外包的去當部長 然後請問到現在 資訊安全管理成功了嗎 然後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不會做 全部都是外包做個網頁爛了個鑰匙 然後這種東西要花我們兩百多億 那甚至還苛扣員工的錢不給 現在還被人家抓到 所以又說謊又無能 就是蔡英文政府官員的特色 那現在這個成績中更糟 那這個成績中 真的莫名其妙到幾點 一個農業 農業經濟系的教授 照理來講應該是最照顧農民 最為農民設想的人 結果不是 他根本是來害農民的 把農民害了個慘了個鑰匙 高麗菜價跌到無極限 鳳梨現在已經只有三塊多了 然後每一個東西不是暴跌 就是暴漲 沒有一個東西是平衡的 然後這樣的 人居然好意思 在那邊講說 現在我們要把它升為農業部 現在要升為農業部幹什麼 你是嫌害人的範圍不夠廣 要擴大害人範圍嗎 老實講根本不需要成立什麼農業部 照成績中的這種作為的話 農委會直接裁測掉 我們只要補貼部就好 因為你什麼東西除了補貼 你什麼也不會 你能輔導什麼 你能管控什麼 什麼都沒有 該做的事情全部都沒做 那什麼都沒做的話 你要增加這麼多部 那增加這麼多人來幹什麼 第一個 就讓民進黨繼續仇佣 去塞他們的人 讓他們去賺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 再來幹什麼呢 再來其實真正的重點 是要遂行民進黨的計劃 什麼計劃 就是他們除了水利會之外 他們現在想要把農會也併吞進去 他們現在就是積極的一直不斷的要求 要把農會這邊也納入官方的體系 到最後由官方來控制農會 把私人的財產也納入政府列管 這就是民進黨最終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從頭到尾 根本沒在管農民漁民的死活 也沒在管一般這些韭菜的死活 他們要的只是永遠掌握自己的權利 要的只是想盡辦法纏出對手的勢力 如果讓民進黨再重溢農業部 我老實講 就是我們納稅人花了更多的錢 然後我們被民進黨害得更慘 真的拜託台灣民眾 大家真的要醒一醒 這種無恥無能 每天只想個權利的政府 你還支持他 你腦袋真的是破了個大洞 選擇 要包了